据界面新闻了解,美国当地时间5月上午,刘强东在美国的代理律师Joseph Friedberg在与律师同行交流时表示,将和警方检查院协商,下午就撤销刘强东案件。 然而,至下午下班时间前,Friedberg并未能成功将案件撤销,而截至5日,京东在纳斯达克的股价,大幅下滑了10.64%,来自明尼苏达警方的消息显示,截至目前为止,刘强东案件的进展依然是在调查中,警方还没有完成完整报告,而检察官拿到报告后,会有三种可能发生,直接起诉。 证据不足,不遇起诉,或者检方将案子送回警局,要求补充更多资料。 对此,由纽约当地的律师对此案分吸塵,根据尼尼苏达州的法律,警方本可以在没有提出指控的情况下降犯罪嫌疑人居留36小时。 不算星期日和节假日,即到本周二,但留在被捕后18小时后即被释放。 这也意味着警方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继续。 换句话说,警方并没有认为这个案子毫无疑点。 此前,警方发言人称,本案调查最早,可能会在本周五之前会有结果。 此案的另一个影响,是让京东面临着来自多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的集体诉讼。 对于其CEO刘强东在美国涉嫌性犯罪案,京东可能向投资者发布了具有误党性的商业信息。 Rosen律师事务所正在准备集体诉讼,已收回京东投资者遭受的损失。 位于纽约的Rosen律师所,于美国当地时间9月4日公开宣布, 请损失超过10万美元的投资者联系我们。 另一家总部在芝加哥的首领事事务所,也随后宣布正在代表京东的投资者调查索赔。 另一家在纽约、芝加哥、洛杉矶和巴黎是有办事处的专门调查证券欺诈行为的Permanence公司也开始公开照及京东在美国的投资者, 趁郊对京东披露虚假信息进行调查索赔。 在刘强东于8月31日,因是嫌性犯罪,被明尼苏达州逮捕后的第一个交易日。 即本周二,京东这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,股价下跌了5.97%。 在周三收盘时,京东股价再次下滑10.64%。 京东是纳斯达克100指数表现最差的股票,过去6个月下跌了33%。 十三,对此,几家律师事务所一致认为,京东或向投资者发布了误导性的商业信息。 而乘律师事务所表示其调查重点是,京东是否发布了虚假或误导性陈述,或为能披露与投资者有关的信息。 上周五,刘强东在明尼苏达被捕,并暂时释放后,京东很快发布了一则官方,趁刘强东是被人虚假指控,并且警方经过调查,已经认定刘强东没有任何不当行为。 其全文,我们关注到了微博上有一些用户在散布,关于刘强东先生的一些不实传言。 特此如下,刘强东先生在美国商务活动期间,遭遇到了实施指控,经过当地警方调查,未发现有任何不当行为。 他将按照原计划继续其形成,我们将针对不实报道,或造谣行为,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。 然而,明尼苏达警方最后公布的信息,这与京东此前披露的内容大相径庭。 9月4日,明尼苏达警方称,刘强东在上周末被捕的原因是被指控强奸。 警方正对此案继续调查,目前无法确定是否会有起诉。 京东在其最新的年度报告中表示,截至今年2月28日,刘强东拥有公司总投票权的79.5%, 这使他对重要的公司事务,产生巨大的影响。 京东涉嫌违反了美国1934年,证券交易法的相关条款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相关规定。 说律师事务所对此表示,在美国,股东对上市公司,发动集体诉讼并不罕见。 上个月,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拼多多,被媒体报道销售缴或后股价下滑,也面临至少6家律师事务所的集体诉讼。 根据美国相关正确法律规定,上市公司必须如实披露公司及其高管人员所面临的法律问题,不得隐瞒或发布不实信息。 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不能如实披露公司或高管人员所涉及的法律问题,可能会侵害众多投资人的权益。 9月4日上午,刘强东现身京东集团总部,主席京东与如意控股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一事,而京东在周一发表的第二份与第一份措辞略有不同。 原文称,刘强东8月31日被美国明尼拉波利斯市警方带走调查,不久后刘强东已被释放,在此期间他没有受到任何指控,也没有被要求缴纳任何保释金,目前他已经回到中国正常开展工作。 今年以来,京东在纳斯达克的股价已经整体消滑了29%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